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物微博 我是Cherry 一直坚定反川普的美国组裔媒体纽约时报 10月20日发表报道 翻出川普在中国有业务和银行账户 并为拜登之子亨特被指从中国带回15亿美元辩称 那只是投资公司的筹款目标 并强调 亨特是在拜登 现任后得到的该公司10%的股份 对此 川普集团的律师阿兰·加腾进行了回应 他表示 该公司与一家在美国设有分行的中国银行开设了账户 以便支付同在中国开展业务相关的当地税收 加腾律师说 这个公司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探索亚洲酒店生意的潜力 之后开了这个账户 但没有任何具体的交易 买卖或其他商业活动 而且自2015年以来 办事处就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虽然该银行账户依然可以使用 但从未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川普在中国的账户由川普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税务记录显示 2013年至2015年 在中国寻求许可协议期间 该公司共缴纳近19万美元的税款 近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次子亨特的硬盘门丑闻被踢爆 涉及儿童色情 推特网友更挖出拜登过去曾多次亲吻自己的孙女 亨特的女儿芬妮根今年19岁 据网友贴出的照片可见 拜登与这位孙女的亲吻并非是脸颊碰脸颊的礼貌式接触 而是直接与双唇触碰孙女双唇 据了解 拜登2019年7月12日在新汉部下州多福当众与孙女接吻 今年2月3日也在安和华州的竞选活动中与孙女接吻 网友们对于拜登的行为感到无法接受 纷纷流言炮轰 这真是有病吧 是不是会遗传 连孙女都觉得很正常 我没有办法忍受总统候选人这个样子 太可怕了 极其邪恶的祖父 到底有哪个正常人会这样和孙女接吻的 拜登看起来好深情 孙女看起来习以为常 想知道还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 新汉布什尔州大学民意调查 于10月9日至12日进行 有899名选民在网上受访 抽样误差为正负3.3个百分点 该州民调显示超过60%的川普支持者表示 由于担心遭到人为破坏 不会在自己家门口贴上川普竞选文宣 拜登支持者当中仅有30%不敢这么做 民调也表示 新汉布什尔州40%以上的川普支持者 没有与家人朋友或同事谈论他们对川普的支持 拜登的支持者中只有20%不会这么做 拜登的支持者中有56%表示 他们认识大多数人都支持拜登 在川普的支持者中有70%人的人说 他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川普 该算民调呈现一项趋势 美国选民的立场两极化日益加剧 比起支持拜登的选民 支持川普的选民更低调更隐藏 今年美国大选邮寄投票空签的多 有预测认为 新闻媒体在11月3日选举日当晚 可能小心翼翼 避免太快声明谁是赢家 反倒是华尔街的投资人 可能会抢在新闻媒体之前 先透露胜选的是谁 Raymond James政策分析师米尔斯指出 投资人会紧盯北卡罗乃纳州 以及15张选举人票 同时密切关注北卡州共和党参议员 提里斯与民主长挑战者康宁汉之争 目前在该州不论是总统和参议员选情都呈现拉锯 两党胜负难分 CNN报道指出 有别于米尼苏达等州在投票时间截止后 便展开邮寄选票计票作业 北卡州自20日起集选前14天便开始计票 时间更加充裕 意味开票结果可能比别的州更快揭晓 米尔斯说 如果选业声明拜登赢了北卡州 而康汉民也赢得参院一席 那么民主党大获全胜的情势就相当明朗了 他表示 如果拜登在北卡州赢得胜利 那么市场会认定 他赢得够多摇摆州 选举人票将突破270票 无论是拜登或川普 任一位候选人早早宣布当选 都会大幅降低选举结果难产的风险 不过米尔斯认为 若是选举结果都没有争议 且民主党蓝色浪潮横扫白宫与国会两院 华尔街将会大松口气 并上演一波庆祝行情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19日发布消息 国家税务总局机查局副局长林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通告并未给出林峰落马的具体原因 林峰落马的前一天 中共最高检检务督查局局长萧卓 被宣布正接受调查 在早一天 中共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刘宝华被宣布接受调查 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部 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卫东被双开 外界注意到 近日已有多名中共高官相继落马 有分析指 中共五中全会即将召开 此时查处多名官员震慑作用明显 另有中共体制内专家披露 未来两年反腐重点将转向政法系统 香港政治评论人士刘瑞少认为 在五中全会前查处多名副部级官员 政策作用明显 反腐表面雷厉风行 实为杀衣紧摆 以警示包括中央美元在内的中共高层 不要乱来 而要更像席核心凝聚 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逐利嘉则表示 多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 是与中央政法委推动所谓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有关 他指出相对于以往提基层反腐 未来两年反腐重点应转向政法系统 台湾与中共外交官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这两天成为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战狼外交近日在国际上已成为流氓外交 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与防务客座研究员马明翰受访指出 他不认为中共在斐济事件有发出任何信号 肢体冲突可能是来自上级的指示 中共外交部对事件回应称 台机构在活动现场公然悬挂尾棋蛋糕上也标游北国旗图案 中方要求匪方对此进行彻查 一些观察人士对于中共战狼外交官的作为感到匪夷所思 还有人戏称 一个装饰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质的蛋糕 已成为亚洲最新的侵略性工具 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在其推特上发文 贴出一张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质装饰的蛋糕照片 旁边在附上另一张有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国旗装饰的 四方会谈装饰的蛋糕 讽刺说这是亚洲最新的侵略性工具蛋糕 自北京方面消息 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近日 连同多位中国大陆学者及艺术家 发起联署呼吁当局释放北京出版人耿肖南 与她的丈夫秦珍 据香港电台报道 这一联署的发起人包括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芳 张千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等 他们指出耿肖南不仅是一位守法公民 更是一位急功好义不畏权势直言仗义的当代侠女 对于她被逮捕深感震惊 他们表示 耿肖南直率敢言 但她的出版物全都是少儿 烹饪等书籍 没有任何敏感内容 罪行构成的条件是有害社会后果 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当局刑事拘留和指控她是严重滥权 连署信强调 最近耿肖南为许章润 许志勇 陈秋实等因言获罪人士发声 当局真实动机是惩罚耿肖南的言论 强烈呼吁当局顾及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立即恢复他们夫妇两人的人身自由 此前有报道指 遭刑事拘留于一个月的耿肖南 近日被北京市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 10月21日在脸书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 他的政府不会购买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 博尔索纳罗是在回复一名支持者要求他不要购买中国疫苗的帖子时 说了这番话 目前他还不清楚他的这个说法是他个人的看法 还是巴西政府就与中国之间的疫苗合作做了新的决定 这个说法跟巴西卫生部近日的表态是一致的 巴西卫生部表示 巴西将只考虑采用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药厂的实验疫苗 不打算购买中国科兴生物的疫苗 但在此之前巴西在科兴生物疫苗实验过程中提供了合作 有大约9000名志愿者接受了中国疫苗的测试 9月30日双方还签署了一项价值9000万美元的合同 科兴生物最早将在今年12月开始向巴西提供4600万剂疫苗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无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